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统计部门24号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 其中显示台湾7月份的失业率数据为6.07% 连续三个月创下了历史新高 台湾相关官员表示 台湾失业状况已经接近高峰达到6.07% 7月失业率为6.07% 5分对受灾严重地区的民众就业状况确实会有一些影响 不断失业率破6% 台湾今年上半年上班族平均薪资水平净倒退10年 薪水增长率为负的7.24% 创下198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台湾统计部门还公布 今年上半年台湾上班族每人每月平均薪资 只剩下不到5万元新台币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 台湾相关官员表示 薪水减少主要受到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衰退 年终奖金分红加班费 甚至每个月固定工资都下降